YV.Fa 那接下來還是一樣 Од明就是剛剛就談到在選舉的時候 你會剪誰 他的那個票還是很高 那如果這個代表很高代表是除了是一種客水之外 也代表某些比例的人是非常認同 那從一個高雄一個發展進步的角度來講 這些不管是硬體的建設或者是那個空間的改造 那對很多人來講它是一個進步的 甚至也帶來很多的觀光 對一般的人而言 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是不是一條必要走的道路 那一般的民眾有這麼多人認同這樣 是代表這麼多人認同這個所謂的發展 那我們這些覺得這個發展的模式是有問題的人 該怎麼辦可以怎麼辦 欸 怎麼辦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反正就繼續趕 不然怎麼辦 我覺得啦就是說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要求民主 而且是要深化民主而已 就是說民主不是說你選條就是人家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最膚淺最表面的最形式上的民主形式 那我們希望民主會深化就是什麼 就是說你當然 其實民主有兩種二重的意義嘛 就是說你選上了 那我代議 我把我們的政治權利 或是說委託給你 拜託你辦我們 大家服務 所以叫公譜嘛 對不對 但是我也希望你這個做事情的過程裡面 能夠看到人民 或是聽到人民的聲音 所以現在包括全世界開始很多地方在喚醒 所謂的 代議民主不夠啊 你必須要讓人民再重新有機會參與民主 不是只有四年選舉一致 所以叫參與市民主 對不對 或是說參與市預算 市議會 我們的預算 或是城市發展的 project的計畫 不是只有你們這些少數官僚決定 不是只有議會決定 你也要開放一些管道 讓我們市民來決定 所以簡單說 權利在他們的手上 資源在他們的手上 但是又怎麼使用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有新的一個決策模式 那所以如果在這個狀況底下 他還是維持舊友的思維 搖晃到我們家的 那他講的話 高雄市民相信的比例當然很高 因為高雄市政府擁有很多資源 很多正當性 很多管道 他講的東西 可以說服很多人 多數的市民 特別如果在一些 表面上聽起來很正面的詞彙底下 一般的市民 有沒有機會很仔細的去深究說 這個裡面牽涉到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啦 大家聽到說 開路好 對不對 踏通很好 整個都把它清掉 尤其在古代市場 看起來都很酷 清清又剛好 看起來有漂亮的 也有一個觀光客 來 一般的市民 你想想看你的鄰居 你的朋友 你的家裡的長輩 聽到這個會不會贊成 當然贊成 結果現在拿這個 來免壓這些基層的人 簡單講 比如說拉瓦克 為什麼 你去看那個地方漂亮不漂亮 說實話 不漂亮 那為什麼不漂亮 果賽市場 前面第一排都給出啊 不漂亮當然不漂亮 為什麼 如果是你 那是你的房子 你也不會想要弄漂亮 因為那是一個 連市政府已經宣布你 你那裡沒有希望的地方 你會不會改建 你會不會 這個這個 你有機會會不會跑 當然會跑 但是你拿這個來正當化 你的所有參見行為就不對了 就是救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說實話啦 人民要跟政府對抗 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搞社會運動 看起來有時候會有些成就 比如像要跟鄭講的 但是 他沒講的失敗更多 我們現在講跆拳會 我們在開支委會的時候 我們就一年到頭 我們都是魯蛇 一年到頭都在討論失敗 因為你要對抗國家公權 那個力量太大 那個資源太多 所以我們唯一那個寄望的是說 我們透過不斷的 大大小小的場合 包括選舉 選舉以外的平常的場合 像這樣子 像很多人民團體 內部的會議 內部的討論 不管選舉還是沒有選舉 我們都要跟這聲音說出來 我們要求的民主不是這樣而已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也不是像你講的 我們人民要有能力去分辨更多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在現在其實不難 只有我們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 有機會可以把事情 把真相 比如說 我剛剛講 高雄市的工業人口居多嗎 根本不是啊 你很難相信 台南市 勞工 製造業比高雄還多 43%我們才30幾%而已 所以哪一個才是工業城市 你如果做一個市長 你要推 push up 你要把薪資推上來 你是要推工業的薪資 還是推服務業的薪資 你要連這個都 這個都要搞清楚 那你不能夠拿一個過去式式而非 或說大家很浮面的東西 你就這樣子去遂行你的政治 政治利益 或說你的政治這個 這個 你的政治目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那 不過這個過程說實話是很困難 我們講這個 我們當然會很簡單講 就是說大家人民奮起 人民這個第三部門 這個民間社會要活躍一點 大家要努力參與公共事務 問題這種很困難 特別 特別現在 去年勞基法修正完之後 你的工時又變更長 那 大家其實沒有時間 所以某種程度 我們會希望 當然社會運動要做更多的努力 社會運動就是包括在場的各位 你們會來聽這些 其實如果就我來講 我上課教社會運動 包括這些參與 我們都算是社會運動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掌握各種不同的 機會去改變 去挑戰 去批評 現有的政治 的運作邏輯 這樣子 那更重要是選舉到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辦 那 這個我想也是 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 那 某種程度它真的是 你如果從 從更正 加上更正剛剛講的 你從謝航廷 當初贏一點點 變成老皮康匯 比較贏的一點 議會還在人手上 相對它就會比較結合民間力量 比較會聽民間力量 結果現在一路贏 贏到過期 都贏過 總共有八派 我再來這派 市政府變成新潮流派 那這樣子 就很可惜 你也很可惜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我們大概兩方 就是說 政治這一方的改變 我們當然期待 民進黨 或是說 這個政黨輪替會有 一定會有它意義 我其實很反對說 我們聽完這麼多 所以政黨都沒效 政黨輪替都沒意義 錯了我覺得 到底不是這樣子 你才會痛 你才會減退 你減退 要減退去 那是我們人民的力量 我們自己 能夠發揮多少力量 能夠傳遞多資訊 你那個訊息的力道有多強 這個其實我們都要回過頭來檢討 所以 在場 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參與很多在地的抗爭 對 我們其實也要檢討自己 我們在自己抗爭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沒有犯什麼錯誤 什麼地方沒有做好 我們的能力可以怎麼樣更強 我們有一些事情 比如說公庫沒有通知到 這個是很大的錯誤 類似像這些 我都其實 我在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實時自我檢討 我們有哪些地方做不夠 我們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展現更強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大概 是我的回答 其實大部分都有通道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人可以去 請大家多捐錢 讓他拚多一點 他們要上課 所以沒辦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跟任來談 就是那個工業發展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大概這樣二十年來的觀察是 或者是說其實走到今天 我會發現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二十年來的努力 並沒有改變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大概是在十幾年前 開始關注高雄的工業污染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城市大概很難說 我們一夕之間就不要工業 所以工業應該不是說要或不要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 這個城市要思考的是說 城市怎麼跟工業共存 或工業怎麼能夠跟城市共存 就是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但是過去坦白說 我們在談產業轉型的時候 都談得太粗略 產業轉型不可能純粹靠抗爭運動去處理它 它是一個很細膩的社會轉變的過程 所以我能說的是 我們在各個角落或各行各業 這些都要細緻的去思考追求改變的方法 比如說阿斌 他其實現在在大學教書 他一天到晚也在想辦法 他們現在在弄什麼 學校的那個社會責任 還要協助學生創業等等 我認為這些都是廣義的 追求社會改變的方法 所以在座各位一定不可能每天 像我們這樣全職的 就是社會運動者 整天這樣子投入在這樣的工作 我上一台北兩天 是今天才從立法院打了仗回來 就是礦業法終於經過五年的努力 就是出了經濟委員會 中間非常艱苦的努力 追求改變的方法 如果在體制內的鬥爭 無非就是蘿蔔跟棍子 就是說你到底有 你拿出有多少政治 有多少實力可以打他 比如說 我們現在臉書好像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呢 就我所知道 立法委員都很不喜歡 或很怕我們在臉書罵他 甚至有一次呢 我們跟 就是他跟我們談條件說 好我聽你們的意見 在立法院改變我的態度 但是你要把臉書撤下來 柳克立委就只有做這種要求這樣 好那我講到這個事情就是說 工業污染怎麼辦 我認為其實現在在談 蔡政府在談循環經濟這個概念 我是支持的 雖然就是說 他在提什麼循環材料園區 我不一定支持 但是循環經濟這個概念 我認為是怎麼從線性的經濟 改造成一個循環的經濟體系 這是在高雄要努力追求的 但這個東西是各種行業都要去思考 不純粹只是現在的這個製造業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稍微回饋一下那個阿彬剛剛提到 就是得到權力的人 我們如何讓他分享權力 其實這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他一旦握有權力的時候 尤其他又在議會 又握有多數名義多數的時候 他的那個權力的傲慢一定會展現出來 然後他認為 我已經得到多數人民的授權 我根本不需要再跟你社會運動商量 你們社會運動能夠拿出多少票呢 像我們這個綠黨社會民主黨 有沒有在高雄設了兩個辦公室 最後只拿到三萬七千五百票 這樣子有什麼政治實力呢 就如果比票數的話 所以你能夠跟他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部分你當然是用 所謂的社會理想 正義這些 某種程度去撼動他的那個道德基礎 逼得他要往這邊靠一點 但是你的 你也要一定的那個社會運動的動能槓桿 才能槓桿出這個東西 這個正當性才會有他的這個力量出來 所以我認為其實接下來 這個社會運動的影響力不會更大 只會更小 就是如果我們群眾的力量沒有辦法突破的話 然後民間社會運動的實力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突破的話 民進黨只會更傲慢 你想想看他如果2018也選了還可以 2020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的可能性 應該是非常高 那蔡英文在2016當選之後 還會說謙卑再謙卑 等到2020再當選的話 他還要再謙卑嗎 他完全不用靠過去什麼太陽花啦 大譜啦什麼東西來包裝 還要找一些社運人士來 來裝點他的表面功夫 他都不需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為什麼還要跟你分享什麼權利 所以我覺得這接下來是社會運動非常嚴峻的挑戰 這個挑戰包括我們的知識怎麼提升 所謂知識提升就是說 我們改造社會的知識 包括就是我們剛剛講如果高雄要推動產業轉型 我們的知識基礎在哪裡 這東西不是只是說你們去做你們去做 他們就做不來或者根本不想做 你就是要比他們厲害才行 然後第二個我們的群眾基礎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組織基礎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媒體能不能壯大 民運動就是過去去賣東外的十字了 我們現在有東外的十字嗎 我們現在的那個民間社會 就是社會運動的媒體能量怎麼樣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這些都就是都強壯起來 說實在你要去挑戰這個政權 我自己認為是有一點就是說難度是蠻高的 好我最後要補充一點我剛剛講 就是說其實有兩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可以跟大家提 就是說2010年縣市合併之後其實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所以我剛剛在罵楊秋興在縣市合併之前 但是呢其實二方面我們其實當年某種程度也是 不管因為我們沒有去真正推動縣市合併 但是我們在內在裡面或者是在很多的場合 我們也認為好像縣市合併是一件好事 但是現在看起來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縣市合併之後大部分的資源或者市政府在施政的重心 還是放在都會區啦 所以農村跟農業被忽視的問題其實我認為還蠻嚴重的 因為過去高雄縣時代它起碼大部分還是屬於鄉村地帶嘛 所以它不得不去面對鄉村地帶的發展問題 但是縣市合併之後其實整個六都可能都有類似的處境 就是很多的資源都集中在這些人口密集的區域 那我覺得這是這個比較像是我跟孝生 我幾次在聊我們在談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完整看待這整個 就是所謂成績時代或民黨執政的時代問題 恐怕不能忽略這個鄉村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的問題其實提的都是 比較屬於在都會區發生的事情 我做這點補充 謝謝 好 謝謝更正 因為講到轉型其實我想我做一點補充 就是說轉型齁 我通常不太做那種高雄要轉型 不然要轉去哪裡給我答案 沒有國家或是一個社會的轉型 答案是這樣子出來的 那個答案是動態的 動證出來的 沒有 那個不是一個藍圖 我們想好期末作業或是暑假志願 要做什麼然後我們就去做 沒有人這樣子 那我覺得有兩個東西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這個當然特別是提醒執政者 或是我們做為人民要監督 你要怎麼監督 在談轉型或是說新的發展方向的時候 第一個絕對不能夠 只聽 現有的有利者 現有的資本 現有的產業的聲音 因為你如果都聽他們的聲音 你當時就不轉 所以換言之我們現在的政治結構 目前佔 佔 這個非常有力量地位的資本 比如說電子業 比如說地產 房地產 建設公司 這些或是金融 他們的聲音已經太大了 所以我們的經濟轉型 如果不管中央或是地方 繼續聽他們的 永遠轉不過去 就越轉越了 按照他們的意見 那不可能轉型 所以必須要聽其他人的聲音 那其他人是誰 很多人 只要不是他們就好 所以比如說高雄 農業 聽看農業的聲音 農民 農村的聲音 OK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我們要注意 所以你只要看每一次民進黨 上台或是國民黨也一樣 他都會去拜訪什麼 全國工業總會 全國商業總會 工商協進 你只要知道這樣沒有 那個轉型永遠沒有效 因為那些正式洩流的掌權者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第一個 我們要去提 所以簡單講 上台之後 或是要當選的時候 去拜訪 或去拜會 那些什麼 什麼 請益的 都是找那些人 讓那種黨 大概沒什麼希望 第二個 經濟轉型其實不是單純只是用經濟政策 有一些政策工具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部分 反而是民進黨政府 如果他真的有心意要做轉型 是可以跟社會運動合作的 比如說你用人權做一個價值 你用環保做一個標準 你用勞動權力做一個標準 來Push這些資本進行轉型 那搞不好會有機會轉過去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勞基法為什麼去年 修正的時候 打拼到勞平干貨 這些工會團你拼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 說實話 他影響到的勞工不會是多數 換言之 多數勞工不會受到這次勞基法的影響 但是他 他傳遞一個什麼訊息 他傳遞繼續維持一個低薪 長工時的勞動體制 那過去我們的產業 作為代工 體制 他仰賴的獲利來源 正是這樣子 就是低薪 長工時 對不對 所以算走的做的做的 做得更多的更好 大家賺錢 這樣賺錢 就這樣賺錢 以前是這樣 結果現在的經濟 勞動政策 你繼續 去傳遞這樣的訊息 那你如果是資本家 你會想 那我要不要轉型 我不用啊 我繼續透個低薪 繼續把薪資壓低 我就可以獲利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許多國家 反而是把勞基法 當作產業轉型 非常重要的工具 他放任把公司提高 把公司拉上來 你這些 繼續仰賴低薪的 你不想沒有能力發展新技術 你被包做轉型的 你慢慢就會被淘汰 那自然你的 經濟就會轉型 所以 為什麼去年會有一些 包括經濟學者 他們也同意 勞基法不能量修 的原因在 其實我們有很多多元的政策工具 環保的標準的政策工具 你慢慢的會讓高雄產業轉型 對不對 但是這些東西 是要來跟社運團體 來跟人民協商 而不是去跟這些工業區的資本 不是跟那些工業總會 跟商業總會協商 讓協商永遠沒有轉型 那邊講一個還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社會發展 是鬥爭來的 他絕對不會是來自於執政者的 這個恩者 那這個鬥爭 至少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投票給執政者的人 他自己要負責任 我的意思是說 當投票的那一剎那 就是準備罷免的開始 我覺得每一個投票人 都要負責任 就是在座 不管你投給誰 我覺得那個準備是必要的 第二個那個鬥爭 當然就是必須要很強大的社會力量 那也許人數不多 但是他必須要是精實的 或者就像跟著剛剛談到說 到底我們自己在社會運動當中 有什麼樣的檢討 我們在社會運動 怎麼樣可以再找到一種 新的動能跟可能性 那剛是兩位在地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這個長期的一些 觀察 那公庫在這一兩年 其實也拍了 不少跟高雄有關的一些議題 我們接下來會來放一段 我們在這幾年拍的 有關高雄的一些抗爭的影片 那待會兒會再請公庫的 兩位特別記者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段影片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這段影片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這段影片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談談一下這段影片 那些房子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那些房子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那些房子 好,那些房子 就要發展一下 那個房子 企業的射點或是它汙染的方向就是往它社會抵抗最小的地方去化射、去汙染 那大陵埔居民就成為這個過程中一直被犧牲的一群人 除了要道歉之外,我們要有很好的居住正義 所以在他沒有現存之前,我們希望市長跟中央在這邊可以答應我們 就是禁止任何的災害吧 因為汙染是正義造成的,大陵埔居民在這裡已經犧牲了四十多年了 我們只是被我們要求說,在我們早上起來,窗戶打單,原來空氣這麼好 所以剛才有一位提到的,就算是謙遜的,假設我們不能夠把汙染問題解決 住在哪裡都是一樣,所以我們有決心要來解決我們的汙染問題 要以系統的來解決,那當然大陵埔這個地區 受到這麼嚴重的空氣污染 不管牽不成,牽得成 這段時間,我們只要輪坐的,我們一定盡量來做到 這點我跟各位來承諾 確然長久以來,受到陳菊的欺負 最近哪一張要猜的公文,上面陳菊不敢用他自己的名字蓋章 是用水利局局長開堂長的章 大溝底已經出在六十年了 六十年來有多少的縣長 多少的鎮長 執政過 六十年後 陳菊忽然發現大溝底是有違章建築 這根本就不合理 在區域計畫法實施 在民國六十五年實施之前 所有的房屋沒有建築 沒有使用執政都是合法的 他竟然用 用淹水要來拆我們大溝底 又用違章建築 種種不合理 要來拆 現場還有未來大溝底的幼苗 我們希望大溝底要傳承下去 以後孩子就在這邊 熬得長大 我們大溝底的孤民 大家 我們準備要開始了 麻煩來舞台頭前 我們怎麼要做節鮮言 從民國六十年 被非法徵收以後 這些住戶 每一天都過著斬斬心驚的日子 他每一天都在想著自己的家園 會不會被破千 自己的家園 會不會被強制裁除 但也就這樣 相安無事了四十年 直到今年五月 高雄市政府沒有任何預警 就貼出了拆除公告 將我們說我們是全部佔有的 他在明天明天 就要將插移我們的房子 陳菊市長 當了十年的市長 從來沒有正式一次 正式一次的開會協調都沒有 他就是溝通溝通的市長 我們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無奈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明天我們可能用盡所有的辦法 讓他看他怎麼樣來採訪 真鼻哀 真哭笑 我參加社群五十年 在那裡做一個工作室 我們現在以前在這裡處理的 在這裡處理的 種種各地都在那邊做 陳菊薩 大姐 走出來了 走出來了 老母 約千 bureau 在高雄市前镇区建隆里的中华路上 一间间低矮的防射级邻人行道与工厂围墙 对比四周邻里的高部商场与大楼显得个个不入 这是在高雄市存在超过一家子的都市原住民部落 民国40年代来自屏东的排湾族人来到全镇区的木业工厂谋生 为求居住便在当时还是一片荒烟漫草的施甲运河旁建起房屋 逐渐形成部落 也让排湾族的传统文化一代代的在市区里生根传承 也因为临近运河与海港族人变称部落为拉瓦克 也就是排湾族语在海边的意思 民国85年,高雄市政府提出划设临港地区土地为高雄多功能经贸园区的计划 整合经济部加工出口区之转型发展 高雄香港地区再开发,全区约为590公顷 划设特定文化修缠专区 特定仓储转运专用区 及特定经贸核心专用区等三大区域 而拉瓦克部落则属于特贸4B区域 预计开发为商务住宅、一般办公、金融、商贸服务等用途 我的原名是卡拉伊盖 我的家屋是巴拉萨嫂 在这里也从屏东迁到这里将近60年 几乎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小 loose1B区域 墨groju玖迦然 越来越多公务 公权利的介入 现在警力突破300名 好 哇 這次是我們這兩年 我們拍的高雄的這個事件 我們的人力有限 我們拍到的很多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拍到 那其實我們還要去 最近這一年還支援跑去屏東 拍屏東的一些抗爭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覺得這些影像紀錄 至少從人民的歷史的角度來講 這些行動是必須要被關注的 而且它是一個人民的力量 我們當然有義務 要把這些影像給記錄下來 然後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那主要幫我們在 幫工庫在拍攝這些 中南部的一些議題 就是台上的 兩位我們工庫的特約記者 張宜蓮跟陳婷 那我接下來就請兩位來跟我們分享 學長先公 那我們就請邢旭先來跟我們分享 我是邢旭 那就是 我先從我在果菜的時候 發生的一件事情來講 就是 那一次在果菜 就是搶拆的時候 我們在拍攝的過程 然後就是 我有點忘記什麼狀況了 不過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來 來維安的警察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忘記是哪一台 好像是民視的攝影記者吧 然後他好像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做什麼 然後 然後之後 那個在場的警察 以為就是 他是那個 就是 就是跟自救會 或是抗爭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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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同一個地方 的 拍攝者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就 他就 他就突然大聲的否認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跟他們一起的這樣 我是民視的這樣 然後把他那個牌子拿起來揮這樣 就是 我們可以就是 其實在拍這麼多 就是 也不是這麼多 拍過這些 就是高雄的設備運動的時候 可以發現說 就是 就是 高雄的主流媒體 對於 對於這些 在地的抗爭議題 是 是非常 是非常不友善 就是 不管是 不管是 就是 這些 就是這些 比較多的衝突的場合 就是比如說 強拆的場合 他們就是可能 都還是 還是會 就是 比如說官方 或是 或是 就是 對居民不利的方式 的角度來報導之外 像 一般 就是 可能比較小的事情 就是 基本上 就發財通 然後也可能只有我們 一兩間 就是在地的媒體區而已 那 談到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延續剛剛阿斌老師講的 就是說 就是 民進黨這幾年 在 在高雄得票 越得越多 然後議會 像 剛剛講 甚至連議長都 就是 都 都 都 然後 然後 要談 就是說 就是 每當 就是可能 選舉臨進的時候 然後 剛好就是這個時候 可能 高雄市政府想要處理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議題的時候 然後 像這些 像 剛剛的果菜市場 然後像 拉爾克部落 這些都是 可能大領土 等等等等 都是很長久以來 就是高雄 高雄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像 剛剛那個 那個 那個 你跟他老師講到 就是說 高雄市 這幾年來有 慢慢的 就是慢慢的 有改變 有發展 那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美麗的建築 被蓋起來了 然後 可能當初 那些 那些 所謂的抵觸戶 可能違建戶 或是違建聚落 這些居民 來的時候 那些地方可能只是荒煙漫草 可是現在 它變成了市中心 它變成了 臨近購物商場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 就是 它可能就是 因為一些奇怪的原因 所以它 必須被 剔除掉 那 那這個時候 就是 高雄市政府想到的方法 可以說是 他們 他們 他們想到 他們只會 用就是說 你就是違法 然後你可能 看你是不是低收入戶 然後 你低收入戶 你的條件好一點 給你住一下社會住宅 這樣 如果你條件好 可能頂多給你一個住戶補貼 這樣 就是類似這種方法 然後把這些人趕走 這樣 然後 然後 當這些 這些自救會 或是這些組織 在想要 想要 想要 想要抗爭 想要治癒救濟的時候 那種情況就是 就是可能 選舉年 選舉年也好 選舉年 不是選舉年也好 他們 最容易找到的政治人物 就是那些 可能在高雄 高雄比較沒有 沒有實力的那些 就是可能 國民黨的一些政治人物 然後當 當他們 越積極地去找這些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然後再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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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的 裡面的內部的看法 就是說 他們可能 可能是 可能是 選舉到尾要炒作這樣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 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什麼想要積極地處理 然後 就是 比如說就是 就是 經過一些管道去瞭解的話 問一些 可能裡面的市府的官員 然後是他們 可能 比如說 以拉法克為例好了 就是 以拉法克為例好了 比如說 就是 問 側面了解那些官員的 對於拉法克 比如說對於拉法克的看法 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 他們的印象就是 就是 原民會對他們報告 就是說 大家都接受安置了這樣 然後 可能趕快拆一拆這樣 但事實上就是還是有 還是有一部分的居民 就是 就是還是不要接受安置 他還是要原地居住 那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的很大的誤差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在於 可能就是在於 媒體的原因 可能也是因為 他們 他們有一個既定的觀念 就是說 可能 他們去找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可能就是 只是要做選舉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我的觀察 這樣 OK 好謝謝婷緒 那我們接下來請以臉來跟我們分享 對 大家好 我是張爺 然後 剛剛看到裡面 大部分大領埔的東西 就是是我排的這樣 然後 剛剛李格陈老師有提到就是 大領埔的牽診一些 問題 那我那個時候做 大領埔的專題報導的時候 其實 我沒有要做這塊的處理這樣 我比較 我比較做的是就是抗爭者的運動 然後 他們怎麼去面對政府官僚的壓迫這樣 那 裡面 剛剛大家有看到就是 陳菊跟林全的那個千村公廳會 那其實在公廳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叫公廳會 就是公廳會 一開始前 政府會請他們的委外調查單位 先做簡報 那那個簡報 基本上全場我覺得都沒有人在聽 因為那個簡報就是 呃 除了就是 資訊跟民眾是斷裂的之外 那 那些東西其實是跟 呃 民眾的生活是脫離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這些資料 並沒有在公廳會 開始之前 就給民眾知道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更重要的就是 民眾根本看不懂 就我都看不懂 因為他 一張 一張PPT裡面 就會塞一大張的Excel表格 然後說 喔我們就這樣這樣這樣 喔我們就 喔我們都有處理喔 比如說 呃大臨埔的廟宇好了 可能大臨埔的信仰很多 那有不同的廟宇 那可能比如說 有五百間在大比地區 那他們可能會說 喔我們已經處理了什麼什麼什麼工 然後大家就說 我有被處理嗎 這樣就很疑惑這樣 對 這是我聽到覺得就是公廳會 然後甚至這些代議民主啊 他們呃 不只是決策 他們不只掌控決策 他們甚至掌控管道 還有你參與的條件 呃工廳會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時候他們會去篩選你的發言的 方式 對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發言的 嗯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呃 再來就是說 呃落差之外呢 就是其實 呃 也不斷犧牲 某些人 就像剛剛那個 阿彬老師提到的果菜 果菜市場的案例這樣 對 好 然後 呃 喔 果菜市場還有一個就是 呃 大家看到的是 剛剛影片被拆掉的 現場嘛 那我其實在 之後 我有跟 呃 跟住戶比較親的 我認識那些朋友 就是他們有帶我去 被拆 被拆 拆破千之後的住戶的家 他們在鳳山的一個 呃 國宅裡面 那其實那個 那個 那個居民他 在原本住的地方是很多朋友的 但是他搬到那個公寓之後 他就 跟朋友是隔離開來的 那那個朋友沒多久就走了 所以就變成他一個人住 那那個房間其實好像是三房一廳吧 然後到處漏水 然後 感覺就很差 因為 當初他在 搬來這個公寓的時候 其實他是被 強制搬來的 他不想過來 那警察拖他過去 然後行李他也不知道到底是 有沒有完整的保留 還是被丟掉了 所以他的 生活狀況其實很差 所以我覺得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說 呃 他們想要發展 他們想要開發 他們想要建立自己的政績 但事實上他們對人民的 實際上的處理 其實並沒有像他們最後蓋起來 那樣的光鮮亮麗 或者是 呃 那麼樣的 就是 說到做到這樣 嗯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好 謝謝 依蓮 呃 我想要請教兩位 對 就是沒有安排好的 好啦 不是 我問別的可能也會問 不是講一下那個 你們自己觀察 就是 講一下那個拍攝當下的那種心情 特別是 有很多畫面是你們看到那個房子倒下 然後 或者是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他還是好好的 可是隔了幾天他就不見 不知道你們 作為一個現場的這個紀錄者 報道者 看到這個畫面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 呃 就是 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果菜被拆 還有 呃 大溝點那個時候 在熬夜抗爭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只有 我沒有參與果菜當場被拆 我是在 呃 被拆之前跟老師一起去做節目 然後 那時候我們有訪問裡面的一個 就是剛剛 呃 家裡被 偷拆掉 然後他很難過那個阿姨 那時候其實 呃 老師就有問他說 好像是問說 你會不會擔心 還是說怎麼樣 那問到機動出去阿姨 可能就是 受不了了這樣 可是 在那個時候其實 我們也有就是 在想說 呃 真的會拆嗎 因為 呃 在那個氛圍下 其實我跟老師在車上 就是他 開車來高雄 就我們就不斷討論說 應該不會吧 就是成群島那麼大大這樣 一整排 然後大家都在裡面 對 然後大家家具都還在喔 然後大家都還在外面泡沙聊天 然後就 警察不來 就沒事 這樣的感覺 可是在 呃 我們那個節目 一回去的下個禮拜 就被拆掉了 然後我們節目都還沒有剪出來 就是 就是 呃 我們還在討論說 陳菊的政策是什麼 比如說剛剛的志鴻池 實權吐魯打通 然後 居民的反駁是什麼 比如說 呃 那邊以前 就是比如說那邊 根本不需要志鴻池 然後志鴻池 只是暫時的一個措施 根本不需要 呃 這麼樣的武斷 對對對這樣之類的 然後那 那 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就被拆掉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就跟老師討論說 那我就趕快熬夜剪一隻出來 我承認我自己剪成三勤啦 但是就是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在面對這樣的暴力之下 我覺得 用 嗯 人民藥劑的手段去對付那個暴力 然後 對 然後事實上其實我滿受不了就是受訪者在我面前崩潰啦 因為我接不太住 不過那時候還好老師有在啊 那我大概這樣 其實我也接不太住了 而且我們都太高估成局了 對不起大家 對 沒想到這麼快 但是我們真的是一個錯估 那個 幾年比較少看到那個被拆了 陳情緒看比較多 拉瓦科你也有看到 果菜也有看 你都在現場 對 就是 一樣就是會想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還是不會這麼 這麼 這麼覺得這樣 趕快 應該是還會再處理一下這樣 然後 然後沒想到就是 就是 前一天還是衝衝的被通知去 然後 怪手 他警察就來了這樣 那 就是 第一次 第一次超嚴重的強災 是在果菜的時候 對啊 然後 然後排完之後 當然就回去 難過了好幾天 然後什麼事都不想做這樣 然後 但是 但是 但是就是說 就是 但是 就是 也不能說比較習慣 就是說 就是比較 比較有自制力的之後 就是第一個還是會想說 就是能夠多拍一點東西 留下來 就是多拍一點這樣 對 對啊 然後 對 我 我主要的想法 會是這樣 其實我想我們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在講說 公庫其實在 不能說是寫歷史 但是我們在記錄歷史 我們記錄的是底層人民的歷史 我們記錄的是刺客列傳 就是這些社會運動的抗爭 事實上都是一些刺客 那必須要有刺客 才有可能去改變這個政府 改變這個政權 那 我想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當然在第一線的工作者 常常會面臨到那種崩潰的狀況 就是 不只是有沒有預測的問題 而是在現場很多的情緒 所以以前 你都會看到我們在一些公庫所拍的影片當中 你如果仔細聽 你都會聽到錯氣聲 錯氣聲 常常是我們的記者的錯氣聲 可是 他在現場 他不能做什麼 他在現場沒有跟大家一起喊口號 因為我們還是要很重視的把這個畫面 這個是記錄下來 但是那個心裡是非常非常煎熬跟痛苦的 我想這大概就是 常常在拍社會運動跟 可能跟很多主流媒體 他們所經歷到的 或是所看到的這個世界是有很大的不同 是有很大的落差 好 那 剛剛談下來都整個非常的低潮 對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 讓它更低潮 沒有啦 我們接下來有一些討論 那因為剛剛丟了很多的問題 然後 我就問怎麼辦 他們兩個都沒有辦法回答怎麼辦 然後就回答很自私的 要團結 然後要奮起 就是一些很八股式的答案 看一下芋頭 對 看一下芋頭 幫我看一下 芋頭 現在反育派遙遙領先 應該是 最終還是會獲得到勝利 那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現場的朋友 我看到現場有一些其實是當事人 有些是聲援者 有些可能是關心 這樣的一個抗爭 或者是整個高雄都市發展的市民 那我們把現場時間 來交給現場的朋友 然後 如果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心情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或是 剛剛談到那個找出路的部分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都可以跟我們談 但是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多 所以待會可能還是要 請你在發言的時候 稍微的調整一下 注意一下時間 你好 我想發表的是 看法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否走到的是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地步了 就是說呢 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很多人沒辦法接受的 但只能找一個 能夠接受的人比較多 然後能夠受害的人比較少的 窘境了嗎 你的意思兩害子的是什麼 就是 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這樣子 然後大堆一直耗在那邊 好 我們現在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好像抗爭也沒什麼用 不是抗爭也沒有用 就是說呢 兩個都是非常 都是非常沒有未來的 OK好 還有嗎 還有哪位朋友要跟我們分享的 我姓陳 我住在高雄 我也是高雄那位 老師好 是這樣子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高雄的 應該 我認為這空屋 有講到 產業轉型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本身是在高雄 我是在傳統產業服務 我發現就是 因為產業轉型這東西 可能 可能 光靠抗爭真的是 比較難達成 我是很好奇說 在 應該說 這邊有幾個是公民團體 各位有沒有試著去跟 就是像 因為發現 經濟部有一個中小企業的組織 他們現在也是有在做一些事情 是跟 某些 尤其是屏東跟高雄的農業 做比較久的公司 可能是種東西的 然後再做一些 應該說做一些重新規劃跟 跟去行銷 因為我認為這都是跟 產業轉型有關係 包括怎麼樣銷售 銷售做出來的產品 用比較好的價格去銷售 那相對他可能 作為企業主 他就不用過度剝削他的 他的員工 尤其在南部來說 我只是有這個法想而已 因為我 我認為這個是可以對話的 那我之前這兩年 因為我去一些像農業展 我本身在工業 在五金方面的這個部分在服務 那我 對 看起來是我的興趣 那我有碰到 像經濟部他們 有一些新進的公務員 年紀也算婆輕 然後很有動力這樣子 那他是 我發現他是很 我跟他們聊過之後 他是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他說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起 因為在屏東那邊有些人是種什麼 做醬油的 做火腿的這些東西 然後放成一個package 然後說我們希望可以在城市行銷 對 他鎖定的是都會區 因為都會區的那個 我不會講 都會區的銷售 他的消費力比較高 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對 好的 也就是說 除了抗爭之外 那個產業轉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特別是說工部門當中 有一些還蠻有熱血 年輕有想法的人 是不是有對話合作 或是其他的模式 待會兒可以請兩位再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 好 後面還有一位朋友 你好 我們是屏東環破千的 屏東火車站 我發覺 我們政府所看上的那個位置 都是屬於精華區 那對我們這些居民來講 我們都是依靠在那邊生活的人 這樣子 你如果離開那塊土地 等於失去我們生活的根 也是失去了我們 那個 我們生活的來源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一直覺得我們沒有力量 其實我們是錯的 因為 因為我們靠我們的選票 旁邊送進了縣政府 把他們送進了議會 把他們送進了總統府 可是我們竟然沒有辦法 請他們出來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 請他們出來 我們是不是要檢討 我們如何把他們請 要用什麼辦法把他們請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去做的 也是我們必須去監督的 可是我們現在我發現大多數人都想說 進去了出不來了 真的進去了出不來了嗎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輕朋友 他們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他們應該要負起監督的責任 我們應該傳導我們年輕的朋友 他們除了參與選舉 參與國家大事 也要參與監督 如果沒有給你良好的監督 那我們就是 拿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各位朋友 很抱歉 你們今天是說高雄 我是說 我有看到我們的公事記者有哪個豐盲 我是覺得 第一次 其實我們在那邊住了六七十年 一個我們阿公在大 住到現在 大家都聽到 飛車平台的叮咚叮咚 結果現在鐵路高價化 把我們 四個腳落都要反破千 做十年的高價 我們都是忍受 環評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叫環評 各個一做六年的 六年的高價 我們今天要吃 心驚膽跳 那個大灰塵 都做好了 我們的平安政府 叫做整體規劃 把我們的四個腳落 都三個腳落 都是私有土地喔 不是鐵路舉的地喔 也不是公家土地喔 都是我們私人手機 因為我是從東石 海南 將軍 所有一個牛車館 我們的媽祖廟 代替公跟東石廟 這是一個三個腳落 這個附落 都是 都是在 沒有什麼特色 我們的祖廟都沒有什麼特色 可能 帶我這個媳婦 我來高雄讀書的 結果說 蛤 我們這裡自己的私人土地 要讓我反破籤 我住了六七十年 都是 五角三角 大家派錢 賺錢 結果 平東開得很漂亮 我現場 平東 只有上下車功能 也能把我們這裡強迫 平東的人口 立法委員都少了一息 都元素減少 他也是說 為了便利 為了通的順暢 我說高價化都沒有阻塞 為什麼要阻塞呢 騙那些底層百姓 所以我也很無難 管制人家 我也輸入 去跟他敲門 跟他抗爭 因為 我常常講 跟陳老師講一句話 出來敢講的 男生叫俠客 女生就要救俠女 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我們的基層百姓 我常說我六十幾歲了 我們那些年輕人要吃什麼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家也有年輕人啊 真的 我很害怕 這個政府 我們以前都被國民黨 抱歉 我也是都不敢說話 真的 現在 這個政黨可以給我們講話 可以我們講話 我們一定要講 給年輕人知道 我們走過的路 以前不知道 我們婆婆說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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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兩個小孩 三歲而已 沒媽媽 沒辦法 割到一塊地去了 現在 真的 第二塊就沒家住了 所以 我們那邊有五六十戶 有的人說 好 那 我們兩個比較不敢 因為 我們一個人生活 我六十幾歲 我也沒有在討論 所以 今天 去管政府 明天還在管政府 幾乎 才會表達一個議員 在跟我佩國 不過我常常說 我們兩個人出去走 不用申請 我問警察好了 團體 團體法都沒有 只要三個人不要 我說我們兩個人 一組 我們會怕 男生是不會怕 你看我們今天的環保局 今天 我們平東縣 有一個環保局 真的 那個男生 自由時報有爆出來 他還要抓 林農 他說抓鬼 現在的鬼有夠多 我看那個管政說 現在的鬼有夠多 他會吃土的土 他會採的菜糖 年輕人 我說我敢講的話 我也是為了你們 接年輕人 要出來 真的要出來 沒有出來的話 糟糕了 真的 我很糟糕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姐的專點 為屏東過來 其實我們也拍了一些 跟屏東有關的火車站這邊的一些 拆遷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接受 包括前瞻建設 很多地方都要開始大建設 這個大建設 會不會變成大破壞 大破千 這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些問題 不然我們 第一間 這個討論先到這裡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台北 的各位 來包括剛剛有幾個問題的回應 先回應那個 關於那個工業改造的問題 就是說 我認為的那個產業轉型 不是說 不一定是說用什麼產業 替代什麼產業 而是說 譬如說高雄的工業 最起碼的 你能不能從 先從 改善污染 提升效率開始 這是最基本的 那這些東西 其實不只是關係到 就是 周邊廠外的環境 也包括廠內的勞工條件 我舉個例子來講 高雄有很多 就是 那個螺絲工廠 那螺絲工廠可能是你比較熟悉的 那個就是金屬蟲產業 那那些東西很多都是什麼 很多都是說 他原來在這個大廠上班 然後可能就在外面 就開了一間小工廠 然後那個小工廠呢 可能就用很廉價的器材 然後那個噪音非常的巨大 然後呢 也沒有按照他設定的規格去生產 因為可能為了要極大化的生產 所以呢 也沒有加鈣 所以那些油都亂噴 就造成了污染 然後他也不會好好處理 所以呢 理工科就是在這些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 也去那邊就是 那就是好受很嚴重的噪音 然後這個 在很惡劣的環境下去 去從事這些工作 然後呢那些 污染就外溢出來 可能到農田 可能到灌溉渠道 基本上整個產業模式是這樣 我們的目標說不是說那些產業不重要 但是你應該要在一個 就是說合理的那個區位去生產 你不要再搞那些違章工廠 就是因為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 第二個就是說你那些產業集中化 你怎麼去提升它的那個產業的那個 就是說規範 比如說環保規範 勞動規範 生產規範怎麼提升 坦白講 這個都沒有很高尚 都是在很多的一些 已經 就是歐洲已經開發很久的工業 或者國家最基本的標準 我們其實現在是處於 生產非常落後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是 從這些改造 那就是很像小吃店 小吃店 你去吃飯的時候 我其實坦白講 我們不喜歡去吃那些台南小吃 地下全部都是垃圾 在垃圾堆裡面吃小吃 但是我覺得我其實是很不能接受 那我不是說那些產業不好 而是說其實理論上講它也可以提升 有時候只是這一類的改造而已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在各行各業 我只能說如果要談產業轉型 真的是各行各業都要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譬如說我們在高雄最常碰到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在談中鋼你要改善污染 結果碰到就是中鋼工會出來的 這個對環保運動的這種 這種強力的強力的那個什麼 叫做對抗吧 他們抵抗任何的這種環境污染的 就是改善的這些東西 因為怕衝擊到他們的 這個年終獎金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 台灣的這個坦白說 整個社會的改造工業改造 是各行各業都要去面對啦 只是說我們今天放在這個市政府 這個架構裡面 我們比較不談說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 很多人的共同的責任 的確就是握有權力的人要負最大的責任 這是我認同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要推動這個產業的轉型 工業的改造 城市的改造 是要很多人一起動起來 就是各行各業都要去想辦法 那我只能說抗爭是 就是受害者 就是被 就是弱勢者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一種反抗運動 沒有人喜歡抗爭 沒有人天生喜歡抗爭的 你要不是被逼到 我們那些破千物怎麼會 會願意去 就是平常生活都很辛苦 還要工作 還要照顧家庭 怎麼要去搞這些抗爭的 沒有人會喜歡這種抗爭的啊 大領土居民本來也可以在那邊好好的生活 要不是那些工業污染 他們為什麼要花這些力氣呢 那所以我們用這個同理心想一想 就是說 我們生活中 可能不是面對這一類的這種 直接壓迫的人 我們可能可以在各行各業去想想辦法 那些事情不是環保團體的責任 也不是人權團體的責任 也不是說 特定哪個人比較出風頭 就要去找他們這樣子 那我這幾年其實 一直 像我們幾乎無時無刻都會接到人家報案 說那你又怎麼樣 那你又怎麼樣 那你又怎麼樣 那前陣子我接到一個案子 我也覺得說 不幫好像很 就是說不過去 但事實上我們就不能幫這個忙 就是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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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平頂的隔壁 就是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鳳山丘陵那個人 我現在一個地方 什麼說不出來 不是啦 因為 就是 你知道那個 在那個大平頂那個特定區那個地方 沒有 因為有兩面 這邊是靠近到高雄這邊 這邊是靠那個 古惠高雄 高雄關 大樓那 大樓比較南平的地方 那一個地方就是一個鄭頭 去到那個地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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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居民又求助無門 然後有一個那個 說 有一個音樂老師說 打電話給我說 他想要幫那個社區 結果 那個音樂老師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其實是教那個 卡拉OK的音樂老師 然後我就說 你也 他也不會寫Email 也不會寫公文 然後 我就問他說 你的學生怎麼能幫你盜三天 他說 我的學生 是五六十歲 六千十歲 又越老了 又不知道這些事情 就說 地方被黑道威脅 求助無門 這些事情 在台灣的地方社區 說實在是層次不窮 尤其是事業廢區 到亂丟的問題 我做一個 可以拿別人 可以投資的人 我每天都要面對 這些 各式各樣的這些問題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部分 我也只能忍痛拒絕 因為我們就是 處理不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 現在社會上 各式各樣的這些 污染 不公不義的事情 說實在是很多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麼多 其實很多事情 是我們看不到 公司也有報導不到的地方 就是公庫或公司 都有報導不到的地方 其實社會上 有這麼多角落 所以我到最後其實回答 回答一個答案 就是說 如果你只有你在自己的生活圈 你有沒有可能從你自己的生活圈做出改變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台灣人民沒有這個意思到說 每個人要在自己的生活圈 每個人要在職場上 每個人生活上去做出改變 每天都是在期望別人帶來改變 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改變的 這是我大致的答案 好 謝謝更正 那請阿斌 來 我先回答剛剛這位朋友 就提說 好像這樣做也不對 那樣做也不對 到底要怎麼辦這樣子 那 一樣啦 說實話 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就是看你用什麼方式去看 你用什麼標準去看它 OK 如果你用傳統的都市 就是 很漂亮啊 整理很漂亮 路打通很方便 這個 果菜市場當然應該拆掉 對不對 你不在乎他們 那我們現在想的方式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 能夠把都市的市容 漂亮 堅固 而且還要注意喔 漂亮是誰講的 漂亮是誰的定義 建商的定義嗎 還是 有沒有機會有不同的 我們講都市美學 我們有沒有可能 更inclusive 大家來討論 然後 所以該不該做 該不該 能不能有這些過程 那 現在是沒有 所以我們會嚇 所以我覺得 倒不是說做這樣不好 那當然不好的問題 就是說 要做啦 然後才會有檢討 講白一點 市政府那時候在果菜 沖完 有朋友私底下 看了也是很難過 然後他們也捨不得成 被罵 在中間穿針影 在問啊 市府傳來那邊就是說 有啦 果菜這樣子 大概有點知道太誇張了 弄到太難看 所以後來幾拖會先停下來 所以後來幾拖會先停下來 我意思說 這有效果 你做還是會有些改變 OK 所以我覺得 倒不是說做跟不做 然後我們就猶豫在那邊 總是要做 那要去 要去 才有可能改變這樣子 然後轉型 那個大概 我覺得大概跟政黨有談一些啦 我覺得其實很有趣 也不要想說公務員 政府都是鐵板一塊 不會啦 我經常 我前一天再參加另外一個座談 就談到318 太陽花世代 那個運動隊的影響 我覺得 從大埔 然後再反媒體破 反媒體壟斷 一直到318 這這麼幾年來 我覺得這幾年 成長出來的這些 大學生 研究生 畢業之後 進入職場 很多人 很多人不是都在搞運動 很多人是 去搞上公務員 當老師 他們會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朝正面樂觀的想法 這個是正面樂觀 年輕的公務員會不一樣 我那天去那個 屏東基督教醫院 他們要成立公會 屏東基督教醫院 一個檢驗師打電話給我說 要不要成立公會 然後邀請我去看一下 然後 我就很好奇說 你先找人嗎 我就以前 就是 318的時候 抗爭就會上去 不能上去 我就看直播 那天看到反勞動基督法 遊行 在行政院前面 在那邊堵路的時候 聽到 有一個老師演講 就是 踩一踩 屏東大學 邱玉彬這樣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 研究師 我的意思是說 年輕世代會有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要好好把握 就地抗爭 你可能就在你的公務機關 你就在你服務的學校 你就在你的市農工商的角落 你搞不好就可以幹嘛 我覺得這個是 剛剛講 跟這個說 那個轉型 從各行各業 我覺得從各個角落 其實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那不一定是抗爭 他很多時候就是 push多一點 多做一點 多一點想像 帶一點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社會就這樣改變 那 但是還是有悲觀的 尤其剛才聽屏東 那個火車頭 這 我說我爹 現在是這樣 民進黨 是怎麼賣 不是說 這件分錢賣 說我自己這樣教育 因為你現在這個選舉 這個土費 越來越賣 尤其你說現在選舉 有比較賣 你跟民進黨選舉 是中總選 要花多少錢 那支援就來 支援就來 支援就來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火車站第一排 對不對 要健凶 愛河核案第一排 美術館第一排 開發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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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第一排 從這裡來 我們的現在選舉制度 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的所謂民主化 還沒有完成 不是說兩黨輪替就完成 沒有了 你要看現在這個制度 越嚴重 兩黨抓越發越死 對不對 啊民進黨 公司委 給他做宅家董 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好做宅家董 有時候我們結合 因為我董 一些東西 啊國民黨選舉 就不會 沒效 你知道嗎 連當反對黨都不會 所以我們在很多議題上 其實這要跟國民黨的議員聯合 真的 真的是 有時候就是會覺得 對不對 你們跑現場就很知道 起到要死 這就真的不知道 然後 民進黨 最起碼他比較 還會裝一點 OK 所以 這個是現在我們兩選 那 你說選好選壞 這個是 爛蘋果選 這個論述很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選舉制度 大家要看到 他結構性 所以 很多都市的開發 都市的發展的政策 會 背後有這樣一個動力 有一個結構性的動力 就是要強 就是要 然後你選 越多套號選舉 越需要強 那 這個選舉制度 這個部分要不要改變 某種程度 我覺得 不是不可能推動 然後 包括跟剛剛講到 六都 六都 把原本的縣 全部都取消掉 對不對 變成進步了 但是你看看那些 本來的鄉鎮 變成區公所之後 區長變成是市府指派 齊山大溝頂的事情 區長有出來 關心過嗎 沒有 他心在哪裡 心在高雄市民政局 在四維路市政府裡面 OK 所以 地方的基層的選舉 我們要不要去討論 大家有空的話 如果真的是有空到 真的很有空的話 去找 台北市長參選 脫離民進黨的那個蘇漢志 蘇漢志他有想法 我有一次作談 這很有趣 他說應該去恢復 六都地方的區的區長選舉 然後 但是我就問他說 去恢復地方選舉 都不是讓那個 地方金權 黑道 白蘇漢志 民黨的館 鄉長很多都 貪污 農友三個 對不對 對 都沒有三個 所以你恢復地方選舉 不是更爛嗎 他說沒有 我們有沒有根本 這個機會 改成是 政黨比例代表 是地方的選 我就聽一套 我就覺得 其實 有點想像在裡面 那這個東西 我們都不要放棄 盡量多一點想像 然後讓地方 從地方層次 到中央層次 有多一點的民主 我覺得這個部分會 有一個東西我剛剛忘記講 其實一直罵 罵高雄市政府 很重要一個地方 沒罵到 那個 台學會那個職位 李其邦律師也幫忙 倒霉一下 我跟高雄市的警察 非常糟糕 我們看到非常多次 他的執法 真的是遠遠落後於 台北的平均 比如說 你知道集會有刑法 你最起碼要舉牌 才能夠抓人 對不對 你舉牌之後 也不一定能抓人 但是最起碼 台北行情價是 你要舉三次 你才能開始抓人 高雄市 對啊 既民的抗 既民的上束帶 既民的上手銬 然後用移送 不然一件成功的 然後 我記得最早是那個 復數 既是高雄市政府 然後被抓走 然後那時候我還 很好心 講說 跟市政府朋友 在公眾裡面工作的朋友 講一下 你怎麼在想 他說 靠腰怎麼可能這樣 我來看看 然後他問完回來 就說 我告訴你 高雄市的警察局 跟我很不配合 故意沖坑給我們條 然後把我們弄 我說 好我相信 你回去 市府 市長要跟高雄市警察局 警察局局長 不是我們派的 我說過廢話 但是你市長 如果出來宣誓 你不如這樣亂抓人 對不對 那多少會有影響 這樣子 我就期待 結果沒有 但是他說回去就處理 結果到現在為止 累積我知道 就四次 上個月還抓一次 那個 拉瓦克 拉瓦克那個又抓一次 就是說 我沒有妨礙交通 我出來 陳抗 我這邊 講一下意見 呼一下口號 只不過因為你市長 或者是長官 要經過 你就直接上我手銬 我說得不好 國民黨就不太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發出聲音 其實很不舒服 陳舉後來 在那個回憶錄裡面 有寫到我們 我們這樣罵他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民進黨如果不叮 你落伍的非常快 落伍的非常快 那你掌握了政治權力 你連你自己的警察 你連自己的公務員 你都不願意去改變 那是可以做的 那不要攸關什麼 結構性的問題 你要走 快走 結果你掌握到權力 覺得這樣的警察 好像還對你 好像還蠻好用的 對啊 我記得那個2011年之後 我們要辦那個 反核遊行 每次去跟高雄市警察局去申請 跟那個公務機關去申請 後來就起到要死 那公務員怎麼講 我這邊當然把你圍起來 不知道你有過啊 你知道明天來 那個都是報名 我 我靠腰 什麼年代了 我國在美麗島時代 對啊 就說報名 我說我是總指揮 你說報名 我明天報給你看 好不好 所以剛剛的事實 我會拿到失望 其實不是這樣 不是只有說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連一些基本 他可以做的事情 好我不要講 等一下李其邦 稍微補充一下 真的是 不是想不到本來要在第二輪的提問都要講完了 那個李其邦律師 來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也在很多的抗爭現場 然後去聲援 然後也跟警察有很多的交涉 那這是我們台全會執委 李其邦律師 我來講還可以啦 因為高雄不少這個陳情抗議的 後來都被警方抓走 那我也比較 也比較有空 所以很多案件其實有到我手上 那當然最後也很高興有一些好的結果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有一些感想就是說 到底是市政府壞 還是警察壞 因為常常那個態度已經表現出說 我就是不能讓陳菊聽到你們的聲音 那你又想說 陳菊好像跟我們 反正陳菊走了 不能讓市長聽到我們的聲音 那我想說 那到底是市長指指的嗎 還是市長旁邊的小官指指的 還是警察自己做判斷 這個很猶豫 很猶豫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接觸到市府高層 我們不知道問這些 不知道怎麼問 因為表現出來的結果是說 譬如像最近這一次 拉瓦克那個被抓走的 被抓走的 他是這樣 不用什麼抓走 不用即時強制 這個原因抓走 什麼叫即時強制 就譬如說 你在路上看到罪漢 你看到有人意圖自殺 你馬上衝過去 警察就立刻去為了他好 為了他安全 去制止他的行為 成群抗議 來 舉牌 有沒有 舉著牌子的時候說 我為了你好 麻煩你把牌子拿下來 對不對 然後一樣 那個很離譜的狀況就是 他命運 有經驗的抗爭者 我只能這樣講 有經驗的抗爭者 他的確知道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他就 舉著牌子 呼著口號 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那警方就一樣 警方最大就是說 我們人牆把你包圍 然後開始激怒你 激怒你以後 你可能就被激怒了 然後就把你拖走 拖走 因為你想要喊得更大聲 你想要讓裡面的人 你想要讓執政者 知道你的聲音的時候 你勢必要發出更 比平常更 更 更加倍的音量 對他就會說 哇 你已經失控了 我平常講話不是這樣子 我已經失控了 然後 大家說不定 他就被拖走 他被拖走 然後 他很離譜的狀況是 拖走以後 我到警局去陪走 我就問說 現在有什麼總控 他說 即時強制 那 你做個筆錄 我們就可以走了 我就問警察說 這真的可以做筆錄嗎 做筆錄有沒有什麼問題 警察就縮起來 他就不敢做筆錄 他說 對齁 做筆錄會有什麼問題 做筆錄就是一個 然後最後就簽了一張 即時強制的單子 就說人放走 那被抓他就不爽了 他就在那個 就一直揚言說 我要告分局長 他說我要告分局長 所以你們可以把我抓來 然後 警方就好說歹說 勸他說不要告分局長 為什麼 因為告分局長告下去以後 派出所就要去幫分局長做筆錄 有沒有 這畫面好像有點幽默 那那個 集職姓名啊 家裡經濟狀況啊 平常沒有什麼綽號等等 好 他就一直 反正他就堅持要告分局長 然後警方他就說 他說 你如果要告分局長 我就沒抓起來 所以各位可能在拉瓦克部落 拉瓦克製救會的那個 有看到一個小短片 他被上銬 有沒有 一群人圍在那邊 有沒有說 我現在 對對對 我現在那個 對你盡情全力告知有沒有 然後講完三秒以後 抓起來 很震撼的畫面 完完全全非法逮捕 其實喔 法律這條線 他定在那邊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要怎麼去操作它 你常常會擔心掉下去 掉下去就是 妨礙公務這件事情 你隨時隨地 他只要認為他在公務的執行 他就說你妨礙公務 那一樣 民眾這邊自然也會有 因為警察做所有的公權力 他都是對你基本權力的限制 包含說不讓你走 就有強制或剝落行動自由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那個民眾可以進行反擊的部分 我就說了一條線在那邊 大家在走鋼索 那現在法院的態度還曖昧不明 不過就只能看事情繼續發展下去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吳提邦律師的最後給我們補充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發展 它絕對不是一個什麼進步價值 或者是不是一個 城市發展的一個問題而已 在這個要去執行 某種的這種發展的意志的同時 你看到國家機器 不管是在論述上面 或這種所謂的暴力型的機制 在當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發展OK 但是為什麼發展一定要去侵犯人權 發展OK 但是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一種公共的討論 我們常把選舉當作是民主的一種實踐 可是選舉其實是民主實踐的最末端 它其實是最後面的一個部分 投票值的最後面一個部分 最主要是如果真的是民主 它是要討論 那透過討論它才有各種的想像的可能性 透過討論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城市的想像 它才有進入到這個公共的可能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執政黨 不管是過去的民進黨 過去的國民黨或現在的民進黨 你都會發現對於所謂的社會的討論 對於社會的想像 說實在的是很少 並且對未來想像是很貧乏的 我想這絕對不是一個 我們在當代社會裡面的一個福氣 反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傷害 當我們發展只有一條路的時候 當我們的發展必須要践踏在別人的身上 當我們發展不是一個公共討論的時候 這個發展其實反而很容易 帶來這個社會的悲哀 在過去台灣的經驗 在很多國家的經驗 我們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這個例子 那今天非常謝謝幾位與台人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必須到在這邊結束 那作為媒體 我們當然要持續的去做報導 這是我們不可以推諉的責任 也是我們必須要繼續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除了記錄報導之外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做分析 也希望能夠到更多地方來跟大家座談 那當然回到一個現實就是 我們也很期待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能夠走 能不能夠走下去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的財團 也沒有任何的廣告 我們全部都是靠的是公眾的支持 公眾的捐款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來捐款給我們 好 那再次謝謝我們的舉談的朋友 還有公眾電視的轉播 還有在這裡每一位朋友的支持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 謝謝 我們今天到這邊